来的老朋友 苗坤 苗坤 听说你期待这场比赛 觉都睡不着了 是吧 是的 王涛 现场的气氛非常令人兴奋 大家都别睡了 别睡了 话不多说 现在双方的较量正式开始 博尔图对阵巴黎圣日尔曼 罗布托菲尔米诺 调过头顶 漂亮的断球 胡阿腾 马蒂奇 罗布托菲尔米诺 就来到了左侧 就在梅西脚下 坎特 法比尼奥 法比尼奥 将球转移到了边路 阿尔巴 再观察形势 琼斯 送出直C 斯莫林 将球破坏掉 直接长传 阿尔巴 直接传到前场 这个传球不够理想 传球 这是一个边线球 阿尔巴 阿尔巴 究竟谁能抢到球呢 雷西 这次抢断非常关键 马内 罗布托菲尔米诺 罗布托菲尔米诺 捕捉机会的嗅觉很好 可惜最后无功而返 刚刚丢球 就以训练不进眼儿道零儿 想定当人不让的速度 把球抢了回来 法比尼奥 抢断 只剩下守门员了 够门 他出色地化解了险情 实话实说 面对这种级别的门将 射门必须要更刁钻一些才行 球出了底线 球门球 调到前场 阿尔巴 将球C过去 大门 应接不响 这个投球质量不高 亚利克斯比达尔 球被对方拦截 无功而返 杰利尼 试图快速发动进攻 漂亮的直贼球 阿尔巴 想要掉过对方头顶 防守队员把球破坏掉了 直接长传 节奏加快了 会有怎样的配合呢 破坏了一次很有希望的进攻组织 净准准的传球 这是一个边线球 双方就缠在一起球丢了 最后一道防线了 有惊无险 阿尔巴 阿尔巴 及时地解围 他们能形成反击吗 漂亮的断球 否则形势相当危急 罗布托菲尔米诺 想要穿透防线 挖腾 亚历克斯比达尔 想法不错 可惜没能实现 防线脑洞大开 不对 漏洞大开 阿尔巴 好球 亚历克斯比达尔 排除了险情 再次尝试船舟 他解围成功 裁判看了一眼 吹响了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虽然表现出了进攻欲望 但是两支球队都没能破门 这场比赛的走向 确实让人难以预测 场面毫无进展 比分仍然是0比0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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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次回到比赛 上半场比赛没有出现进球 但是至少意味着 防守球员的工作做得很好 要想打破局面 进攻方式必须更具想象力 博尔图试图制造一些威胁 调到前场 斯莫林位置非常好 断球成功 马蒂奇 球转移到了右侧 亚历克斯比达尔 在右路又有神奇的表现 越野投球 先轻暂时解除 佩罗蒂 试图高高跃起 可惜了这次妙传啊 非常巧妙地掉过头顶 使得插上队员 能够直接面对门将 可惜的是 最终没能转化为一力进球 试图直赛 维尔贝克 这球传得不够好 想法很好 跑位很机灵 不过就像你说的 传球太让人失望 阿尔巴 尝试掉固定球 他能完成射门吗 能否把握住机会 他们做到了 进区里密不透风 能够找出这个空档 非常不容易 门将根本没法预判 确实有点不太走运 将局被打破 比分变成一比零 虽然不知道 中场休息的时候 主教练在更衣室里 说了什么 但显然十分奏效 漂亮的直赛球 漂亮的直赛球 马内一击过顶球 是脚球 防守队员把球解围了 这个防守非常到位 意识很不错 马内 传球 他选择打门 他希望能抢先一步 没错 他们就应该这样打 他们必须不断地 向球门施压 对吧 苗坤 是的 的确没有别的选择 他们必须这样进攻 马尔基诺斯 想要穿透防线 梅西 跑向了传球的落点 梅西 及时地抢断 马内 转移到前场 一面是严密的防守 一面是毫无穿透力的传球 结果可想而知 维尔贝克 维尔贝克 现在并没有完全被动 没必要太保守 这种形式下 应该在前场增加一些人手 就在梅西脚下 二八 有机会传进去 熊斯选择传中 斯莫林将球门前失射 球进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个球可以让他们安心了 变相影媚影响结果并不重要 反正这球是算在了射门人的头上 他及时地抢动 他及时地抢动 有面是严密的 当下射门人的 要求 在第一球 狂门人的 严密的 机会 帮起 博尔图现在决定做出最后一次换人 巴黎圣日尔曼已经两球领先 对他们而言比赛将变得轻松很多 莫拉塔直接传到前掌萨拉赫 球出了底线 球门球 坦特 威尔贝克 威尔贝克将球塞过去 萨拉赫 威尔贝克 漂亮的直贼球 就在马内脚下 究竟谁能抢到球呢 想要穿透防线 萨拉赫 跑向了传球的落点 球被拦截 球现在没人拿谁能先抢到呢 萨拉赫尔 轻巧的高球 佩罗迪 马迪奇 过顶球就在佩罗迪脚下 中场哨声响起 这个结果很伤人 失败的伤痛显而易见 如果想要重整旗鼓 他们需要从这次失利中吸取教训 德高望重的苗知道 你对今天的比赛有何看法 我觉得没有必要拐弯摸脚 道理很简单 没有进球就不